手工 對嗎? 所以我們只知道它黏起來 黏得好不好 它會脫掉 用一張 打也好 衝刃也好 可以 跟它握 去做 我們要試東西 我們要抱著心態去試 第二件事 找一個 背對背的 去試 另外再加一句 再加一個 譬如說 可能它不會幫了它 它的膠片又大了 又裁不到細了 水晶什麼 如果不做一張紙 有沒有那麼煩 是吧? 可能會幫到它 它說厚不好看 厚不厚不好看呢? 第一 出來才說 第二 嚇受不厚 OK? 調好出來看 所以我們不代表 那間廠是背 所以說背出來 所以無無創意 那些東西 永遠 一千年前都是暴露 那這就是做水晶的問題 特別是強調 總之你走在這間店裡 將來記住 你的目的是什麼 你會不斷告訴你 是的 繼續 這樣才行 我講來一個例子 做袋子以前 我可不可以把膠放在袋面上 那些布呢 如果你要防水 很多時候在布下面 放一層膠底 那叫布底膠 印了花布之後 拿一份布去另一間廠 然後呢 就過膠底 那呢 你就拿布去跟她說 不如我試試做面 可以嗎 你知道怎麼帶來嗎 不行 沒有人敢做 那這個問題呢 相信她 你就去跳樓 可以了 逢親的東西 跟她平時做開 不一樣呢 她都說五萬個原因 不行的 但是呢 這種技術 在這幾年度 那些袋呢 其實反過來 你看一下 是布面膠 不是布底膠 其實其實是一樣的 你一個 把膠袋在面 那個就贏了 我們都 我們都可能 我可能很早已經要求這件事的 但是我做不到 但是現在所有日本的那些袋 好盡好的袋呢 都是布面膠 為什麼 那是你遇到那個人 那個人跟你說一件事 那是你遇到那個人